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还能干嘛 我就很生气 我就想 人就不能失业吗 今天呢 跟大家聊聊这个姐弟恋 不是我啦 是我的一些朋友啦 真的姐弟恋啊 在我这个年纪确实很流行 你知道吗 就是为了追赶潮流 我当时就去见了那个弟弟 结果他一见我他就说 我觉得咱俩挺合适的 我说你不觉得咱俩年龄差得太大了 他说不会啊 我都已经毕业三年了 我心想三年 我的人生都不知道还有几个三年 他看上的该不会是这一点吧 我还问他 我说你为什么喜欢姐姐呢 他说因为跟妹妹谈恋爱很累啊 每天都是黏人撒娇发脾气 姐姐多好 成熟有实力还会照顾人 我听完感觉压力好大 我觉得他心中的姐姐 其实是一个月嫂 所以我呢 拒绝了那个年轻人啊 我觉得一直维持一个成熟的人设 实在太累了 我现在明白 就作为一个姐姐 我已经没有了那种 武力取闹的资格 我现在需要具备处理悲伤的能力 而且你可以深深地意识到 即便你跟他倾诉痛苦 他一直会跟你说 没事啦 虽然我什么也做不了 但我相信你可以的 不要忘了 你吃过的盐 比我吃过的饭还多哦 真的 我觉得姐弟恋就是这样 就是对弟弟来说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对姐姐来说 家有一地 独自哭泣 那么大家为什么会喜欢姐弟恋呢 就是姐弟恋到底有什么优点呢 我觉得弟弟只有一个优点 就是年轻 这就好像爱马仕 只有一个优点 就是贵 我有时候真的觉得 霸道总裁 可能是世界上最孤独的群体 他们是世界上最霸道的弱势群体 就是他们没有办法依赖任何人 他们只能在深夜 独自开平82年的好久 脆弱地告诉自己说 哎 要不是爱面子 谁不想要一个霸道姐姐呢 这个要是四 你们想问就问吧 直接问就好了 哇 好难回答的问题 就是你先说 还是我先说 还是你先说 三二一 快问快答 好有默契 我觉得可能 还是平时生活的过于独立吧 就是我俩互相从来不干涉对方的任何生活 之前很多朋友说 看了我的那个上下铺的段子 觉得很受启发什么的 跟自己的老公也要当兄弟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是好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任何事情它都有一个度嘛 就是这个度需要好好的平衡和把握 这是一个不是那么容易的课题吧 其实 婚姻是有很多功课要做的 比如说 陪伴 其实斯文有一些时刻我都没有陪到他 对感情伤害其实是蛮大的 所以 我觉得很多 人生重大的时刻或者痛苦的时刻 不要去缺席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吧 我觉得生活上可能就是 很多人都会关注这件事情吧 然后包括在事业上讲透口秀也是 现在讲 我觉得观众只想听听你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 你讲别的可能观众没有那么大的兴趣 你最近讲了吗 讲了 然后他们都不听吗 听啊 我可讲可好了 但是我做了很多心理建设了 你觉得这个社会对离婚的男人会有什么偏见吗 和压力吗 对我这种会有啊 他不是离婚 离婚也要看离婚男人的类型 一种就是觉得你 不够好 配不上 你就不够努力 所以你就 你就会离婚 再一个就是觉得 好你现在是不是红了 然后什么 还有一个挺好笑的是说 你跟斯文离婚 是因为斯文现在不好笑了吗 反正是有很多 因为大家都会从自己的角度去解读嘛 所以还挺正常 你知道我最多的是什么 是啥 前两天有一个朋友给我发 给我发微信说 你知道吗 最近抖音上刷到了你的娱乐八卦 你跟程璐真实的离婚原因 是因为你有了外遇 那个外遇的人好像姓梁 我说是梁海元吧 他就说好像是梁海元 然后还有很多人给我寄来了 很多安慰的礼物 有人给我寄 这么好 对啊 那什么 我只有收到一些安慰的私信 有人给我寄什么鸭子 那种 有那种降压什么的 还有人给我寄什么 他是想告诉你 不要嘴硬 还有人给我寄那个桃子什么的水果 为啥就没有人给我寄 我的粉丝朋友们 我也需要一些安慰的 这是我的平时的朋友了 我的平时的朋友们 如果你再看节目 给我寄点茶包 搞得像恋爱环节一样 多尴尬呀 这是什么场景设置物体 已经太久没有给人写这种纸条了 仿佛回到了学生时代 怎么这么长 真是信 好兄弟 一辈子 如果需要任何帮助 Yes I do 成禄 成禄 见字如面 哈哈哈哈 不知道为啥非要写信 明明我们还有微信 就不能私下聊嘛 那啥 现在这时候吧 我就希望你比赛加油 毕竟你是 我见过的最好笑的男人 我们第一次聊梦想的时候 你说你想当脱口秀明星 我觉得你可以的 实在混不下去的话 我还是可以借钱给你 总之有我在 你的前妻四文 谢谢 谢谢 哇 开起来 开起来啊 这个 大家应该认识我啊 哈哈哈哈 初游大会我又来了啊 这个上一季表现非常的优秀 大家有看过吧 对 只上过一期啊 大家就只看第一期就好了 真的 我当时计划就是第一期 先谦虚地讲一讲 我是四文的老公 我吃软饭 然后在后面再发力 证明我不仅是四文老公 还特别厉害 结果就只上了一期 不但没有摆脱 四文老公这个身份 反而坐实了 这个后来为了证明自己呢 我又去了奇葩说 表现非常的优秀 对吧 对 真的很优秀啊 我太精彩了啊 这个 是吧 而且我们队也非常的神奇 就是队内谁厉害 就淘汰谁 所以我走到了最后啊 但是上这个节目 我有一个遗憾 就是最后没有拿到BB King 哇 真的就便宜了詹青云啊 真的 真的 很多网友都表示不理解 说哇 成禄 还有资格争夺BB King呢 哇 真的很好 就是 你想想 如果我真的拿到了BB King 今天就是以BB King的身份 参加Talk Show大会 然后突围赛没有过 那你证明Talk Show行业得多厉害 到时候我就是行业之光 对吧 不过上那个节目 也不是没有收获了 就我在那个节目 哇 集中练习了大量的吵架技巧 天天练习开杠 哇 我现在吵架已经非常专业了 所以我现在在家里的地位 已经提高了 斯文每次想吵架 我就跟他说 你确定吗 对方便有 不要拿自己的爱好 去挑战别人的饭碗 斯文当然也不示弱了 他说 哎呀 家不是讲道理的地方 家是讲爱的地方 我说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于是我俩辩论了起来 最后我赢了 家没了 之后呢 我还上过一个节目了 叫做 做家务的男人 不知道这个节目组咋想的 做家务的男人 也太不适合我了 你看我 又不做家务 也不男人 我记得 其实前一阵的时候 疫情期间嘛 挺多夫妻离婚的 就是在一起待得太久了 就很容易厌烦 其实我还挺紧张的 我就在想 万一我离婚怎么办 我就去网上搜索了 很多夫妻 如何相处的话题 比如说 离婚后 软饭男是否能给前妻 要抚养费 比如说 离婚后 软饭男该如何生活 当然最重要的是 离婚后 该如何寻找 下一个独立女性 超乎橄榄子 好 有保证了 太好了 诚哥的相关能力 是没有问题 我当时其实挺紧张的 我就在想 你孙老公出道的我 离婚后 我是谁啊 成路 成路是谁啊 世上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 也变成了路 这不是成路 这是建国 其实呢 哎呀 其实我俩考虑离婚 是放不下的 就最放不下的是海源 毕竟海源 毕竟海源才35岁 这个 是个涉事未深的中年 而他的好朋友 就要离婚了 你说他该如何承受 这样的事实 放心海源 即便我俩离婚了 我们还是爱你的 我们会尊重你的选择 你想跟谁就跟谁 而且我们周末 会一起去看你的 不过我真的是一个很乐观的人 我就想离婚就离婚嘛 也许离婚之后 是吧 会对讲脱口秀有好处 会有新的素材 但我很快就想到了Rock 因为他也离婚了 对吧 上一届 同学大会也讲了离婚 结果效果就跟他的婚姻一样 失败 我不批他 我都很难受 你知道吗 所以说喜剧演员 最大的悲哀不是离婚 而是离婚还不好笑 所以希望我能离一个 好笑的婚 而且离婚很难的是 要面临跟父母 如何交代的问题 你说吧 尤其我身份很特殊 你说吧 我回到家 我跟我爸妈说 我跟斯文离婚了 他们肯定很震惊啊 啊 那我家岂不是没有明星了 我说爸 我也是干这一行的 我可以努力嘛 我努力再找一个嘛 是吧 再找一个女明星 你知道张雨琪吗 他应该不会嫌弃一个离过婚的人 而且他已经为我拍灯了 谢谢大家 谢谢张雨琪 我是成龙 我觉得我的灯好像都不是很光彩 你的每一个灯都来历不明 我跟你说 对啊 都是 跟你通过又没有什么关系 对啊 雨琪姐拍的那个档口是说 她要找下一个的时候 雨琪姐给了她一个鼓励 对不对 我是觉得就是独立女性 没有多了一个机会嘛 对 给了一个鼓励 然后我给了一个 最后王老师的点是哪个 我那个是粉色糊比较长 笑的前边的 谢谢谢谢 终于笑到 但是正好笑到了点上 王老师之前看过吗 他跟斯文 对 看过 觉得谁好点呢 我不知道怎么讲才 就是不是很冒犯吧 就我喜欢他的多一些 谢谢 谢谢 太不冒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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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斯文上来 你再说 对 我就不知道后边 应该怎么办了 哈哈哈哈 那我们恭喜成功网 获得三等 进入紧急区 太奇怪了 成功今年比去年努力 因为去年他是 斯文说的那个 他既不努力也不放弃 然后今年呢 他是很明显的 是在努力的 竹鲁老师今天 我认为不是他很自如的状态 就是他其实挺紧张的 看得出来 但是他 他有一些现场非常好的反应 然后就观众员很好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谢谢斯文 被淘汰之后呢 他们现在都叫我春晚淘汰后 这个有点过分了 过分了 可以来一个副衣盏灯 对 我当时呢 其实准备在春晚上 讲我姥姥喝咖啡的段子 当时表演之后呢 导演跟我说 他说这个段子不错 但是呢 你一个人在这个春晚的大舞台上 显得有点单薄 这样 你能不能把姥姥一起带过来 我说现在这个春节 可能来不及了 等清明的时候 我可以去给你问 然后导演当时觉得呢 我一个人讲脱口秀 还是太单了啊 导演就决定把那个 我的脱口秀 跟一个魔术结合在一起 就是春晚上那个魔术 大家看看啊 然后当时导演跟我说 他说这个箱子啊 到时候呢 七个美女会从里面出来 等七个美女出来之后呢 你就从里面钻出来 我心想在我心中 这难道不是八个女人 一次出来吗 为什么就是七个美女出来 跟了一个我 这个节目难道叫 美女与野兽吗 而且你知道 前面那个美女出来的时候 都是有造型的 他们就是披个岔啊 什么下个腰啊 当时导演跟我说 他说我们这个节目 是需要美感的 这样你出来得有个亮相 那个你会后空翻吗 我当时想后空翻 我想这个导演 可能还不知道 这个脱口秀 跟二人转的区别 我那一刻我就觉得 我好想学习后空翻 而且我当时还故意 逗那个导演 我说我可以后空翻 我说我出来的时候 啪啪啪翻几个跟头 喝三瓶啤酒 祝各位老铁 长长久久 越后越勇 导演当时看着我 浮夸的表演跟我说 你真的会讲脱口秀吗 但是呢 虽然那个节目压力很大啊 但是我觉得比较爽的一点是 那个魔术呢 彭于燕也在 当时的那个设计是 彭于燕要从箱子里面 拉着我的手 把我请出来 哇 我当时知道 这个消息之后 我真的是既兴奋又紧张 我在想 我在春晚的舞台上 跟彭于燕手拉手 哇塞 我不是得被骂死 我当时连开场白都想好了 我一出来我就说 嗨 各位姐妹大家好 知道我跟彭于燕 手拉手的时候 你们生气吗 想骂我吗 如果想骂我的话 请按摇控器上的1 然后按1 不好意思 还是我 后来呢 我真的见到了彭于燕啊 特别地开心 哇 彭于燕又高又帅 浑身肌肉 哇 你就感觉空气中 充满了荷尔蒙的味道 然后呢 儿子彭于燕见到我 说话非常的温柔 彭于燕一见我就说 你好 斯文大姐 我那一刻非常的幻灭 那种感觉就是 你终于见到了 你的梦中情人 他却叫你一声大姐 我当时所有的荷尔蒙 都消失了 我当时什么都不想干 我只想给他烙饼 而且那个节目 你知道还有一个男神 叫吴磊 当时排练期间 对 当排练期间 有一个记者采访我 他说 斯文 你的身边 有这么多男神 你觉得谁最帅 我他当时彭于燕了 吴磊叫朋友 吴磊 对不起 我伤害了你 我觉得这也不能怪我 我万万没有想到 我这辈子有一天 会在吴磊跟彭于燕之间 做选择 这个选择真的太难了 你说这个选择 简直不亚于 在王建国跟忽兰之间 做选择 居然没有我 没有我吗 还用卓 而且王建国跟忽兰 怎么会想到 他们能跟彭于燕 出现在一个段子里 当然了 我还是很有实力的 大家知道春晚 一共有四次大连排 你们知道 我是在第一几次 才被淘汰的吗 第一次 对 第一次 我当时凭借自己的努力 给自己争取了 很多回家过年的时间 我当时被逼掉之后 我还去找张老师 我说张老师 我被逼掉了 特别难过 您能帮我找找关系吗 张老师说 斯文这个 没关系 我没关系 当时被春晚淘汰之后 我感触非常深刻 我觉得人还是要多精力 就是不管输赢 我现在觉得 我已经是一个 见过大风大浪的女人了 我现在觉得 我跟张雨琪一样 我们俩都是 乘风破浪的大姐 谢谢大家 我是斯文 谢谢斯文 这个 做大姐这种事情 自己做就好了 对不起 对不起 纠正一下 乘风破浪里面 都不叫大姐 叫姐姐 她的小姐姐 我说的就是这个 我说你做大姐 就自己做嘛 对不对 不要拉帮结派的 但是我记得 雨琪也是说过 很喜欢斯文 我很喜欢他 很喜欢他 因为我终于在脱口气上 看到一个特别 就是能让我开心的 女性视角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俩都喜欢看 那个叫什么 麦瑟夫人 对 你是想到的 你比较像麦瑟夫人 是吗 我三维比较像麦瑟夫人 那你们以后就希望两个人 想去演双簧 好不好 好 应该很精彩 罗老师觉得怎么样 因为我比较喜欢吃烙饼 他在点 然后还有因为我们录这个节目 也没怎么吃饭 所以他一说烙饼 我就 激动了 触动心灵了 然后 非常好 我比较坏 我没有拍 我就因为 斯文是上一季的 季军嘛 我也很想看一看 有没有 尤其有没有新男的朋友 会挑战斯文 因为斯文得到两盏灯 将会进入抢麦环节 那么谁要挑战斯文呢 倒计时十秒开始 欣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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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欣赏 他真的是每一次都 我很欣赏 这位朋友请你介绍一下自己 对这边的这位朋友 大家王 我叫House 你叫House 对 你是特别着急回家 是不是 不是 还是你就没有看过 他们任何人的表演 为什么每一个人 你都站起来 因为我还挺强的 你还挺强的 我也不是针对谁 我就是 你就是强 虽然我是第一次来 但是今天准备的内容 遇到谁都不怕